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越是年轻的病人 这种自愈率就越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人的脑袋 它是在不停地晃动 你这个晃动的过程中 这个脱落的耳尺 就有可能会自己回到原来的位置 从而实现 就是类似于耳尺复位的这种效果 一般我们不建议患有耳尺症的患者 再将自己进行复位 为什么呢 因为耳尺症复位的前提 是要对耳尺进行三定 第一个我要定证耳尺 是左侧还是右侧 第二个我要判断耳尺是哪个半规管 是前半规管还是后半规管 还是外侧半规管 第三个我要确定耳尺 它是极顶结石还是一个管结石 只有明确了上述三个问题 才能对耳尺进行一个正确的复位 而你要是在家 看通过网上的教程进行复位 往往会导致一个单肯的耳尺 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 甚至一个双侧多管的耳尺 导致治疗效果非常的差 对耳尺 这是大部分的耳尺 这是一个午茶 这就这么多的招依 这就是一位 我们的肯定也有一个 那么多的招依 你们现在就在家里面